怎么画细节 三 村长 这张图画着画着 就看不出结构和细节了 是不是暗处的细节不够 在这种本来清爽的画风里 如果继续在暗处里加细节 就像打拳击的 赛前贪吃了一块 Chicken McNugget 结果过棒时 体重超了一克 就安排到更高的重量级里去PK 加了一个地方的细节 那整个作品的其他地方 全部得继续细化一次 结果就是花了N倍的时间 风格也变了 效果还不一定比开始好 有这种经历的村民 举起你肉嘟嘟的小手 村民能想到 怎么样不在这些暗处里 增加太多细节 就能让这些衣服啊 头发结构更明显 改变这幅画整体的战局吗 村民都知道 村长江湖人称 对普通大众观众来看 好像村长很多时候用的都是 其实每次玩的底层逻辑 都不太一样 我们画画的 都知道在白纸上 用黑色线条勾线 去增加更多的结构和细节 那村长就想 在这种暗夜中的深色场景里 能不能把光也当成是一种勾线 去勾出暗处本来看不到的细节呢 一开始呢 村长把光支线铺得太平均了 变成了那种 无脑勾一圈运光的效果了 于是村长开始尝试 只在一侧勾 并且让这些光支线 不那么连贯 而是断断续续 暗示出某些边缘 剩下的看不见的地方 就让观众的大脑自动去补暗 一个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全裸暴露框 和一个隐约半裸的小哥哥 你说哪个更爽 虽然 的改化 都是想尽量多保留原作者原本的稿件 但这张相多吃了一块 结果脸被皱成了死台龙的面容 不知道村民们怎么感觉 反正稍稍一点不太符合 吃哑哑的审美 所以就强迫症的 稍微做了一个微整形 结果本期村长有大家证明要求 让画面多了一些细节感 当然了 11分 或者点一个包养 咬的战牌 咋就开始拿烟味了 绘画遇到问题 点个关注加入战争 用hashtag 不要生达一 修设找还村长